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冬季恋歌已经播出20周年了 裴永俊和崔智友在剧中的精彩表现和私下的甜蜜互动 一度让人以为他们假戏真作 甚至已经是很多权内人公认的情侣 称为很多人的一男评 前两天主演裴永俊宣布退圈 他和妻子定居夏威夷 看起来是要悠闲的享受下半生了 而该剧的女主崔智友却还是单身一人 崔智友时常通过个人Instagram跟粉丝分享生活 前段时间就po出了与友人的雏友照片 可见崔智友化着淡妆微卷长发披锤 随性自然的状态加上脸上满足的笑容 女神还是那么的漂亮 怪不得当年被称为崔泪天后 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可能不太认识他 但绝对看过他主演的电视剧 《穿起脸歌》中的郑怀珍 《与天国的阶梯》中的韩靖书 崔智友外形清纯文婉气质斯文大方 身材云称高挑 是很多8090后们心中韩剧女主的白月光 简直美得不可防悟 她也是最早的韩溜女神 知名度可与宋慧巧犬之嫌等高人下心 品分羞涩 崔智友本人的性格也很好 情商和智商都非常高 在龙兴毕地的花样爷爷和三十三餐中 能够看得出来她做事细心 而且性格开朗 直爽又不会太过尖锐 刚柔并济的说话方式 连超级直男李锐震都对其甘拜下风 欢迎爷爷们也对崔智友在赏有加 这样一位颜值高 性格好的女神 在爱情这样路上却意外的坎坷 甚至有些悲惨 出道多年 崔智友只有两段公开承认的恋情 其中一段是与另一位 韩溜鼻鼠帅哥宋成仙的恋情 1996年 宋中仙和崔智友因为合作拍摄情景喜剧 三男三女而相识 而当时恋人都是刚出道不久 有着相同的境遇 年纪20岁的宋成仙 还是一枚新色的小鲜肉 崔智友也是韩国娱乐圈的行人演员 恋人在一起谈了几年恋爱 随着事业的发展 人际关系的复杂 更多的是聚少礼多的相处方式 最终恋人还是在1999年 就以分手而告终 但是做不了恋人还能做朋友 恋人一直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当崔智友遇到困难时 宋成仙也会情理相处 也曾被传两人再度复合 但却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证实 崔智友另一段公开的恋情 是与自己小六岁的李正宇的恋情 李正宇2003年以模特的身份出道的 后来开始慢慢转型成为演员 因为拥有高大帅气的外星 所以受到很多导演和作家的青睐 李正宇和崔智友在合作IRCT时相恋 相恋后并未公开 而是以地下情的方式在交往 由于两人工作繁忙 崔智友又是顶级女明星 跟派他们的狗仔非常多 所以两人基本上都是在城内约会 约会地点大多是在两人家的附近 直到2009年 崔智友才公开承认两人的恋情 因为崔智友和李正宇的保密措施 居然两人身边的好友也是公开后 才知道了两个人交往的事实 据崔智友一位身边好友透露 崔智友和李正宇刚开始在交往时 崔智友已经是顶级明星 而李正宇还不过是刚出道的行人演员而已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真实 不过因为李正宇马上就要参军服役 所以崔智友和李正宇的恋情 既要会如何发展还不好说 果知如朋友所说 李正宇在退伍后很多圈内好友 如李婉 李东建 李准基 都来欢迎他退伍 而崔智友却没有出现 并且在当月 崔智友经纪公司公开发表声明 两人已经分手 两人同样和睦相处 好聚好散 崔智友虽然总是扮演着悲情女主 但他本人爱说爱笑 个性随和 人缘其好 而与他合作的男性 基本上都如 裴勇俊 犬相有 这类男神级别的 俊男美女作合 甚至扬眼 所以很容易会被传出绯闻 从打响知名度的除脸 到火遍犬亚的东西练歌 最至要与裴勇俊的两度合作 让他们成为了 武术观众心中的最佳CP 此前 因为两人在拍戏期间 形影不离 互动频繁亲密 还被外界传出假计真错 虽然当事人双方并未承认过练经 但却那人似乎都行脚不宣 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 在坊间传闻中 是崔智友遗情别脸 看上了一个身价不菲的富商 转身帅了彭勇俊 所以才到之后来 两人关系恶化 崔智友在拍摄《美丽的日子》 和《谁都有秘密》 这两部戏期间 还与男主李承献 采出过爱的火关 不过这一次是两人 将心里的感情 衍生到了心外 那时候李承献和孙慧乔正直热恋期 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将的地步 但突然宣布分手 另外有议论纷纷 根据国外某杂志爆料 男人分手是因为有第三者的加入 此人一世是崔智友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 李承献与崔智友的恋情 也就不了了之了 崔智友和全向右在合作 天国的阶梯时也曾传出过恋情 但被两人澄清 称彼此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十几年后 他们再度联手合作了 诱惑一人CP感十足 多年至今 崔智友和全向右 友情一直都维持得很好 他们还先后在 统一社区的统一栋楼中 分别卖了各自的公寓 成为了楼上楼下的邻居 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 后来崔智友在参加 总以花样爷爷时 与李瑞胜搭档 两人默契十足 还被大家大肆调侃了一番 但后期证实 两人仅仅是朋友合作的关系 除了绯闻之外 在走红布桥后 崔智友还被卷入 加入陪睡等八卦 一时之间 他的青春人设 毁于一旦形象大损 文重指使 崔智友作风不正 称他成语MBC理性台长 有过一段不正当关系 不过在早年间 崔智友就曾除面皮疙 否认了这些不实言论 对于崔智友最致命的遗迹 就是2005年 轰动韩语圈的X档2事件 在这份场 113亿的文件中 抵掉了一位田后 称他是游走在 国外各大财团之间的 高级交际花 而崔智友便成为了 被怀疑的重视之地 根据X大案所指 那一位喝酒就试探的女人 刚好与崔智友 醉酒好的样子 如出一折 当年X大案 波及了与中韩星 闹得满城风雨 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在文件曝光后 很多艺人 纷纷提起联合诉讼 但此事最后还是无解而终 后来崔智友 因为受到此事牵连 人际大不如前 演艺事业也逐渐走向下坡路 直到2018年 43岁的崔智友宣布 与自己小9岁的 全外神秘男子结婚 他又再次登上了 韩瑜的头半头条 在崔智友上传的婚纱照中 他的老公只露出了背影 却未看到正脸 这下网友们的好奇心 被激发出来了 开始猜测证明 神秘男子的身份 而根据崔智友称 他的老公是IT公司的 一名普通职员 某日美很快就 扒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说他曾经是江南区 当红牛王殿的头牌 牛郎顾名思义就是在俱乐部 陪客人吃饭喝酒的工作 据爆料 崔智友与他一见钟情 为了洗白老公 这不光彩的身份 他还自讨腰包 帮他开了APP公司 让他做老板 此消息被报后 另外有一片华人 甚至不敢相信 就在此时不断发酵之时 崔智友公司出面否认了 他老公牛郎身份医生 超级就是搞IT的工作人员 不要以鹅传鹅 结婚一年后 崔智友怀孕生女 升级当了妈妈 网友们也逐渐对他放线了成见 纷纷送上祝福 婚婚的崔智友生活十分轻易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自己的带话日常 而闺蜜刘好珍 曾在节目中提到 崔智友老公对他非常好 婚姻生活甜蜜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 近日 崔智友老公被报 不忠诚爱开着老婆的豪车 去约会别的女人 而根据传闻称 这名爆料的狗在有着 国外主位之称 他表示 手里已经掌握了 崔智友老公不忠诚的确凿证据 画面中可以看到 崔智友老公的正脸 长相一般 神才健壮 是个高高重重的脊肉男 虽然崔智友还未对此事 做出明确回应 但我傲门 已经按耐不住气氛的情绪 纷纷替他 名不平 话说 大众本就不看好值得婚姻 崔智友的老公还曾被爆出 当过牛郎 现在又爆不忠诚 真是猛料不断 他的风评似乎很难再度牛转了 对于崔智友而言 为了跟这个男人结婚 为了帮他隐瞒身份 付出了很多 不惜花金钱 费心思将他重新包装 还让他住豪宅 给他买豪车 几乎衣食住行方面的开销 都是由老婆负担的 即便是这样 还是换来了他的背叛 俗话说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婚姻也是如此 事到如今 对于最自由的打击可想而知 很多人都为他感到不知 不知 他是否还会继续 固扬这个花心的软饭男 也不知道他的婚姻 未来还能撑多久 费勇俊退圈 一家四口享受甜蜜生活 最自由的婚姻 却危机四伏 这对曾经大众眼中的 最佳CP现状差别 竟然如此之大 令人唏嘘